有網民日前在社交平台上載片段驚訝地說 我真的沒想過可以在香港機場玩閃避球 片裏的地點應該是香港國際機場的後機室 有大班小朋友及成人穿著印有同一個Logo的白色上衣 部份坐在這裡等有十幾個人就在玩閃避球 周遭都有不少旅客等著上機 過程亦有機場廣播呼籲 不少網民都猜這班應該是遊學團 說早幾天在尖沙咀見過他們 小朋友都是講英文 但導師是講普通話 很多人都斥責片裏的成年人失職 不過亦有部份網民認為 小朋友上機之前可以放電 都未常不是一件好事